我小時候就已經跟我的姑媽姑長一起住了 因為他們都好像我是女兒一樣去對待我 我睡覺了,我一醒來,爸爸就不見了 媽媽也不見了 到現在可能慢慢長大了,就覺得 其實沒什麼重要 他們是陪著我的 在眾人的期待中,聲聲不息第二次公演 上半場的比賽正式打響了 愛公的主題是,港月與我的一生所愛 全網觀眾投選出六首全是一生所愛主題的歌曲 客琴隊和千話隊分別派出三支合作的金曲 進行兩兩PK 六首港月金曲承載了不同的觀眾期待值 李克琴、毛不易演唱的《最佳損友》 和楊千話、周筆唱、善依淳演唱的《高山低谷》 分別成為客琴隊和千話隊的最佳合唱金曲的候選金曲 兩首歌曲成功出圈,入圍以實至名歸 雖然節目中沒有公布答案 但是網上已經曝光最後的結果 《最佳損友》獲得最佳合唱金曲 《馬賽克》和《魔洞閃霸》這兩個組合再次拖後退 也成為二宮的一大槽點 一、念青恩 vs 最佳損友 《明月亮相對》 《人無塵》 《枕冷如半仰》 《遙露與碑海》 《是否生》 《很多東西今生只可吸你》 《無手似度永久》 《別人如何明白逃》 《被推著酒》 《跟著生物流》 《來臉或生的》 《是昨日最親的某某》 《年轻安》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 对于刘希君 严明熙两位年轻的女孩来说 年代更久远 但是两个人唱粤语歌曲都很拿手 感情很细腻 他们也把这首歌诠释出自己的味道 严明熙是很有天赋的歌手 声音抓人 而刘希君的音色轻透 两个人的声音交融在一起很和谐 这首歌的编曲远远超过了预期 中间父亲的那段吟唱融入的恰到好处 听到这样的绝美合唱 很难不被两位女生打动 这首歌也是严明熙送给妈妈的 歌曲背后的故事更让人感动 游戏君严明熙唱的是轻轻的温暖 而最佳损友唱的则是友情的力量 李克勤毛不易两个人安静的坐在舞台上 没有多余的动作 不仅也很简单 你一句我一句 故事感和对话感就呈现出来了 李克勤毛不易两个人真的是太会唱了 一开口就牢牢的抓住了听众 和声直击人心 感情也层层递进 陈奕迅的solo变成了朋友之间的对话 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这一组的PK堪称神仙打架 两个女生的合唱温柔细腻 情感丰沛 两个男生的演唱完美契合 娓娓到来 节目组目前还没有公布结果 但是小编觉得李克勤和毛不易的表现更胜一筹 二 高山低谷vs半点心 杨千花 周笔唱 单依纯三个实力唱将强强联合 一首高山低谷slay全场 看完之后让人不由自主的感叹 这才是合唱的正确打开方式 三位女生的声音各有特质 但是融合在一起一点也不违和 甚至达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三个人的配合天衣无缝 一气合成 酣畅淋漓 音乐由浅入深 唱出了人生不同的状态和意境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也能从歌曲中品出不一样的心境 高山低谷可以说是节目开播以来最让人赏心悦目的一个合唱舞台 编曲有层次 运镜有画面感 演唱有叙述感 值得反复观看 看了三个人的表演 很多网友也直言 三个人可以直接组合出道了 半点心是曹蒙演唱的歌曲 本身节奏简单轻快 旋律也很抓人 而李文 魔动闪霸 林晓峰演唱的这一版确实让人欣赏不来 整个编曲太吵了 一首歌曲唱出了不同的风格 尤其是到了魔动闪霸这里 舞台画风突变 让人仿佛置身大型蹦迪现场 两首歌曲的对决差距明显 虽然节目组最后没有公布结果 但是高山低谷绝对是碾压式的胜利 而半点心也值得一个难听的热搜 三夏日清情vs爱情陷阱 夏日清情这首歌曲是黎明演唱会的必唱曲目 1993年 黎明也在香港宏馆连开20场 以夏日清情为主题的演唱会 对于这样一首重要的金曲 安琪和曾比特两位信任 能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 也是备受期待的 让人想不到的是 两个人的舞台如此的适配 从服装 舞台动作设计 到声音 表情 舞蹈都非常的搭 两个人的演唱又甜又好听 到处都是恋爱的氛围感 让人如同喝了一杯夏日的甜茶 清新爽口 曾比特一如既往的稳定 备受质疑的安琪 也用一场场的表演为自己证明了 她的乐语发音很不错 而且舞台表现这一块也很抓人 IDOL的表情管理和感染力毋用质疑 爱情陷阱是谭校长的一首歌曲 歌词非常的密集 演唱难度也很大 这一次由林子祥老师 搭到马赛克乐队来重新演绎 林子祥老师依旧实力能打 舞台气势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 但是马赛克乐队主唱夏影一开口 真的直接把人送走的节奏 乐语发音真的是太拉垮了 直接破坏了歌曲的氛围 虽然夏影很努力也很认真 但是演唱也真的是很出戏很搞笑 马赛克乐队和林子祥老师的声音 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林子祥完全带不动 很多网友都希望马赛克乐队能够自动推赛 最后两队的结果都有点出人意料 夏日亲情输给了爱情陷阱 很显然林子祥老师赢得了更多观众的投票 不过安琪和曾比特这两位新人的发挥可圈可点 说了比赛没关系 他们的表演获得了认可 对于声声不息的二宫的六个舞台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舞台的表演